欢迎收看健康新知你给我30分钟 我给您健康一生 爱美是女性的天性 但是美丽会带给我们更多的自信 美丽永远是祝贺词上面说的青春永住 这真的吗 当然我们最喜欢听的就是青春永住 永远美丽 但是市面上琳琅满目的医美产品 到底哪一个适合我呢 我该用什么样的选择才可以青春永住呢 在这些医美的治疗之后 我又没有什么注意事项 今天听听看专家怎么说 问你邀请到的专家是 台医院皮肤科主任曾德彭医师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曾医师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曾医师每个人都希望青春永住 永远青春美丽 对不对 都很喜欢听这种话百听不厌 但是在美丽的前提之下 必须要花点时间下点功夫 还有在我们的生活作息上面必须要是健康的 对不对 所以说尤其是现在了 所谓的美容医学这一块呢 产业非常的蓬勃发展 真的 不管是说从日常生活的所谓的保养品这边开始 甚至倒是说现在所谓的医美一条街 中小东路这边了 这是一大堆 很多的医生也投入了这个在所谓的美容医学的治疗上面 那更就需要说我们要很小心的来选择来告知我们的消费 像我们的消费者到底哪些治疗才是所谓的安全的治疗 没错 那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你能够接受什么样的治疗 我是觉得这是一个在一个治疗前 就是一个医生跟一个顾客之间的沟通 是 非常的重要 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跟观众讨论的就是微调前的庭看厅 是 所谓微调就可以带到医美产业里面的哪一个部分 是 我也先希望在这边跟各位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 不要期待是说我今天进到里面去 我希望出来了 哇 变脸了 整个脸都变了 就是说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工程 进去我们所谓的要做了所谓的微整 不管是说我们用机器类的东西 我们还是要做所谓的增剂类的东西 这前提之下 我们必须要评估一下说 您的期待值是什么东西 您今天想要改善的是什么东西 是 今天因为这个是范围 这范畴很广很大的 对 那我们今天就特别的专注在所谓的微整的增剂上面 对 就在增剂上面我来跟各位先做一些分享 是 基本上现在的美容医学呢我们可以分三大个方向 第一个呢就是所谓的我们用机器类的 我们所要改变的呢是所谓的像斑斑点点啦 是 是一些可能是一些小细纹小回春啊这些等等的 所谓用机器类的 第二个类的话我们所谓用蒸剂类的 那蒸剂类的话也顾名思义就是我们必须动到蒸 然后把所谓的外来物啊这些东西填充物填进去 不管是填充物呢还是说用到的是所谓漏毒杆菌素啦等等的 或是做一些线雕拉提等等 那第三类的话呢也就是动到手术了 也就是说举例说明有些人想要动到什么消骨啦 有些人想要动到像双眼皮想割双眼皮啦割眼袋等等 还有鼻子的 对对对这些是要放甲体进去的 这种就是所谓叫做动到手术类的 那今天呢我们就先跟大家分享有关于蒸剂类的这个部分 那所谓的蒸剂类的部分的话 前提之下是我们要先了解到说 今天你想改善的是什么东西 今天想改善的是所谓的动态纹还是所谓的静态纹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一个脸部里面我们有两种纹路 基本上有两种 所谓的动态纹就是因为我们因为动作而产生出来的纹路 所以也可以说动态纹又是表情纹 表情纹是 皱眉纹 是是是 有些人常常眉头伸索 是是是 这算动态 没有错没有错 就是说你因为去动 有表情 才会跑出来的纹路叫动态纹 但是动态纹有些动久了 就会变成所谓的静态纹 什么意思 疲乏了吗 举例说明 就像说我们可能出生了 小时候的时候不会有所谓的皱眉纹 不会 就是一条很深的纹路在这边 或有些人是说你看他上面就是一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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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叫所谓的抬头纹 就是说他可能平常下意识的 其实也不是故意的 没有人说故意我想把抬头纹要把它制造出来 可能是说像他看个东西 譬如说 他就这样他就这样抬一下了 这个抬头纹就出来了 或者是说他不自觉的就会好像在想事情的时候 可能就眉头就会伸索 其实他也可能是下意识的不是故意的 当这种动态纹动久了以后 他可能就变成两条纹路在那边就变成静态纹 就固定在那里 是没有错 举例说明还有人像所谓的法令纹 对 这法令纹的话当然不单纯是因为我们动的表情机 也就是所谓的一直在说话 一直在动它 有些时候是因为真的是里面的一些胶原蛋白的流失 或者是说我们底下的筋膜已经失去它的弹力 就疲乏了 没有办法把这里的 这里撑起来 这里底下的脂肪层撑起来以后 就会造成所谓的后续的一些法令纹 一些纹路的一些出现 就是你说的抬头纹 皱眉纹 皱眉纹 然后法令纹 都算是动态 都是一种动态纹 我们叫做木偶纹 这叫木偶纹 这样叫木偶纹 为什么这里我们也会 有时候也会有一些 这不单纯是因为动而跑出来 我刚才提到有些真的是因为所谓的 胶原蛋白流失了 里面的筋膜松掉了以后 这边的脂肪层就往下坠下来 就会造成所谓的 那所谓的我们要今天想要改善的是 动态纹还是静态纹 当然还是两者都想改善 这个要先跟顾客 我们要先跟病患 要先沟通好 那我先先就我们的动态纹来做分享 到目前为止呢 能够把动态纹 也就是所谓的 因为肌肉动作而产生出来这个纹路 我们想要把它固定住 改善住的话呢 我们能够用的 就是最耳熟能详的 也就是所谓用漏毒杆菌素 那所谓的漏毒杆菌素呢 它其实是已经上市很久了 好几十年以上的东西了 听说当初也不是为了医美市场 对 当初一开始呢 是为了做一些像 我们现在半边的一些 肌肉的不协调 眼部肌肉的不协调 或有些人是因为生病了 像说嘴巴的肌肉不协调 等等的中风的 或是有些人不自主眼皮 就会一直在跳动的这种 是可以靠用漏毒杆菌素 让这里的肌肉稍微放松 让它不要再有这个 所谓的神经传导 让肌肉一直去收缩 这个它的目的是在于这样 我刚刚提到了 漏毒杆菌素 它主要是用来放松肌肉 它是让所谓的神经的传导 让它不要 让它阻断 让它肌肉不要再一直去 一直去动它 所以说它并不是让你 整个人变紧了 它是让肌肉没有办法去动 而你像你想要皱眉 打了以后 譬如说那我们这样 所以打在上面 我们像医生在做这个操作 像这样的一个 增济的时候 像漏毒杆菌素的时候 我们就医生就必须 很明确的知道 我今天的节抗肌在哪里 我的所谓的动作肌在哪里 所以你们要非常知道 它的构造 没有错 整个肌肉的走向 没有错 筋膜的走向 没有错 又有所谓的浅沉肌 深沉肌 举例说明好了 像今天我像都不动 那我想要很单纯的 把我的这个 抬头弯改善 这就必须要有上面的肌肉 要必须往上拉 今天我如果拉的 我如果打增济 如果说我想要定住这个地方 我想要顾 要让它不要一直动太多 那我就必须在这块 就必须在这个肌肉这边 在这个肌肉 它的所谓的动作肌这边 今天我如果打得太底下 那有可能会压迫到 所谓的 眉 就是眉头这边 有可能压迫到 所谓的眉尾这个地方 就是看起来 反而上面不能动了 但是你的眉毛是 往下的 这个东西 其实它并不是因为说漏毒杆菌素 或漏毒这个东西 是不好的东西 并不是这样 应该是说 它没有施打在 有没有施打在 一个正确的位置 今天我想改善的是什么东西 了解 今天如果说 我希望是说 希望眼睛看起来稍微有神 希望让它看起来 稍微是往上提的感觉 那我们的施打 可能就不是说 刚好在这个眉尾的地方了 我们是要施打在它的 所谓的截抗肌的地方 让它的截抗肌 不要再一直收缩 也就是说 像眼睛的部分 不要一直收缩 所以民众要很清楚知道 我想改善的是什么 没有错 对不对 那接下来的 专业就交给医生 医生就可以跟我们沟通 我可以改善你哪些 哪些是可以做得到 其实基本上 动静态都有办法来解决 没有错 所以说 我是说 诉前的 所以说治疗前的沟通 非常的重要 医生必须要 第一个医生必须自己 也要很清楚地知道 他受过训练的 他自己受过训练 他自己要清楚地知道 所谓的肌肉的一些 癥结在哪里 还有今天我想改善的 在哪什么地方 还有我的皮肤 我的皮肤底下的这些 所谓的真皮层 所谓的脂肪层 筋膜层 肌肉层等等 这些等等 它的每一个 每一个环节的构造 这样我们也才能够 清楚地知道说 我该打的是在哪个位置 那我也相信了 当然没有医生希望把你打到不好 希望让你打得不开心 那就是说诉前的沟通 第二点就是说 医生万一 万一说 打在说 我打在 万一碰到了 碰到一些不该碰到的地方 血管 举例说没碰到血管 碰到一些 可能压迫到一些血管 可能会造成局部的一些 瘀青 瘀青是小事 就是担心到说 万一整个压迫到整个血管 甚至跑到血管里面去的话 可能就会造成 那个区域的一个坏事 所以说 所以说 最不希望出现的 所以说 这医生在施打之前 那当然受过专业的训练 也必须要跟顾客 做很好的沟通 那再下一个 刚刚我们提到的 所谓的动态纹 那动态纹的话 我就从上到下 所谓的抬头纹 所谓的皱眉纹 所谓的鱼尾纹 就是鱼角纹 所谓的这边的皱鼻纹 这里也会有 而且这里 鼻子上也会有 这边有纹路 对对没有错 为什么这么讨厌的 那么多 我们的表情动作这么的多 才会丰富我们的人生 当然当然当然 所以我跟他讲说 喜欢笑啊 开心的笑 很好啊 没有关系 对 那像底下就 法令纹啊 木耳纹啊 这些等等的 都是算动态 这些因为动 而跑出来的纹路 叫动态纹 但是如果说 你已经不动 就有那些纹路在 所以它已经变成 固定在那 对对对 那这些叫做静态纹了 那不单纯是 所谓的静态纹而已 还有所谓的说是 局部的胶原蛋白的流失 或者是凹陷 像有些人 他是觉得说 他眼眶看起来 特别的深邃 他觉得看起来说 好的方向就觉得 好像特别的 好像轮廓特别的深 但就万一方向想了 可能会觉得说 比较疲累一点点 就领光特别的凹陷 第二是说 有些人是因为脸颊 特别的凹陷 这也会随着说 年纪的增加 真的 然后或者是说 他天生 他的骨骼的这个肌肉 肌膜的这些分布 就让他看起来 稍微比较凹陷一点点 那有些人会希望 能够在这些地方做改善 这也就是所谓的静态 或者是说 我们必须要做一些填充 那所谓的填充物呢 在这边各位分享 我们当然填充物 最基本的 最基本的 一定要选择 一定要是合法 合格 就是安全的东西 而且填充物的话呢 现在目前啦 市面上所谓 所谓的微诊的填充物呢 大概都是希望 能够它是被吸收掉的 不管是说 有些可能短则一年 有些稍微长一点 可能甚至到两年三年等等 还是希望它能够被吸收掉的 身体自然代谢的 这些才是比较安全的东西 没错 那有些人像刚开始 所谓的微诊这个 或者说美容医学 刚开始起来的时候 有很多人打了一些 他的诉求就说 我希望我今天投资进去的钱 是我今天发个钱 希望能够维持好久好久 最好永远不要被吸收掉 但后来才发现到说 这些产品 举例说明好了 像很早期的细胶 细的部分 打进去以后 结果后来它可以撑很久 几乎是不会被人体代谢的 但是它在皮肤里面会乱窜 乱窜 甚至到说 从原本打在这个地方的 慢慢往下 全部都追到这个地方来 那又没有办法 靠任何的方式 来把它代谢掉 就必须开刀 必须挖洞 把东西把它抠出来 但是当你想象说 我的这些产品 以及跟组织 融合在一起的时候 就很难把东西 整个取出来了 所以说 我今天跟各位分享 就是说 不管做任何的 违诊 今天我们投资上去 希望是希望 让自己看起来 更青春 更漂亮 更美丽 看起来更有精神等等 但是这个 这是前提之下说 我一定诉求 一定要安全 一定要非常的安全 这个不管是产品的安全 然后我们的医生的 这个受的教育 还有受的训练的程度 还有要我们彼此的 这个期待值 好 那我们提到了填充物 填充物呢 现在琳琅满目了 没错 就是说我们会考虑到说 一个填充物 我必须要考虑到说 第一点 它是什么样的材质 该放在什么样的地方 第二点 我所说 它能够撑多久的时间 没错 第三个 它会不会 它主要的目的是 只有单纯填充 还是有机会 刺激我们本身 去长胶原蛋白 OK 今天呢 如果说这个地方 是非常的凹陷 那我的期待 或是您的期待是说 希望能够让它 立即看到 有填充起来的感觉 好 那今天如果是在 比较软组织的地方 我们可能选择的 那个成分 它的这些品质 它的这个 摸起来的质地 希望看起来 是稍微比较软一点点 对 这比较 比较常在使用的话 应该就是所谓的 玻尿酸 那玻尿酸 再下一点 如果我今天期待 看起来是希望让它 比较有骨感的 比较挺 比较稍微有点硬度的 可能是用在什么地方 用在鼻子啦 用在下巴这个地方 今天我所选择的东西 可能就是比较像是 类似像围巾池啦 或是一些 最近比较才出来的 叫做类似像 Elense 这种东西 它里面的这些成分 就是比较含有一些 含有一点硬度的东西 那其实并没有说 哪一个可以取代哪一个 只是看到我们需要打在皮肤的 哪一种层次上面 那好我先回到所谓的玻尿酸 那这些是所谓的 立即填充物 立即打进去 你立即看得到 它被填充起来的效果 那玻尿酸的话 又分成所谓的小分子 所谓的中小分子 中分子 中大分子 大分子 所以它有分小中大 然后里面又有间接的 要再细分 那细分的话 还有分所谓的质地 今天我希望这个质地 是比较好能够推 能够延展性高的 还是希望是说 它在那边比较能够立体的 能够看起来 能够固定的 对 那这个选择又不大一样 今天举例说明 我们今天想要 添的是眼窝的部分 那我们希望 眼皮这个地方 是全身皮肤最薄的地方 最细嫩的地方 所以我们希望 添上去的东西 它是比较小分子的 希望它的延展度 能够比较高的 能够跟旁边融合的 看起来才会比较 自然一点点 那今天我如果要选择的是 添我们的脸颊 双颊凹旋 那我们想把它填充起来 今天我如果选择的是 小分子的 那我不晓得要花 花多少钱 才能够把它填 填满它 对 这时候选择的话 可能就稍微需要 比较大分子的量 了解 这大分子量 而且要希望能够在那边 比较有弹力 比较有弹性的 选择上可能是 类似像这样子的 那这又是因人而异 今天每个人都是 每个人都是一个 自己的一个故事 当然 今天可能说 我隔壁的邻居 做这个我觉得很漂亮 就我去做 我就说我要跟我邻居一样 就是一模一样那样子的 那其实是 不是这样讲的 真的 最常在我们的诊间 以前一开始 会发生过的时候 他就是拿着一本杂志来 他就说 我希望我的脸像某位明星 是 这还是初阶版 再更进阶版是说 他拿着很多本杂志来 他就说 我希望鼻子像这个人的 眼睛像这个人的 嘴巴像这个人的 哇 那基本上是彻底的变得 不像您原本自己了 所以真的是来到诊间 要来考这个医生就对了 是是是 所以我是觉得说 这个一开始的沟通 你的期待值是什么 他就说 今天我们不要期待 是说我们今天进来 我希望这个鼻子像这个像 到后来呢 整理到后来 都不晓得 都不来 对对对 每个人天生的脸型 骨骼的价格 骨骼的价格 那个他骨骼的形态等等 可能能够改变的 能够能够做所谓的微调的 其实是有限的 但有限的 但是可以至少是说 如果这个微调能够带给您 一点点自信 看起来比较有精神 这是OK的嘛 但是我觉得过于过分的期待 就是说 想要变成另外一种 这就比较幸福 除非你短时间内 要上综艺节目 要上演 变成一个艺人 对不对 那个明星光环 这个我们要更加小心 真的 有些人说 如果说短时间 马上要去什么地方 然后你又马上要 填充这个东西 这要非常注意到 你填充物的安全性 真的 所以我们今天就带到 所谓的安全性 真的 我就觉得做所有的事情 你变美了 但是不健康 不安全 是 这根本付出的代价是很大的 没有错 所以如果能够在 微整微调的时候 又可以让你整个人 是赏心悦目 是 然后你自己又是快乐的 是 我觉得这个钱 才花得非常值得 是 没有错 是 像刚刚跟我们的主持人 跟观众朋友分享到 我们的填充物 有时候玻尿酸 对 所谓类似像 微晶石类的 微晶石 还有另外一个呢 就是所谓的3D聚左旋乳酸 是 那这个东西的话呢 它是打进去以后 它可以刺激我们本身的 胶原蛋白的一个增生 是 那立即打上去 它其实效果 其实不会的 它其实在一两个月 才会看到所谓的效果 那 这是渐进式的 对没有错 所以说它不是立即的填充 那我们现在就退回到了 那这几种不同的产品 是 如果我今天打进去了 我今天觉得说 我不开心 我不喜欢 我想要把它 拿出来 希望它不要在那边的话 目前呢 唯一能够降解的 也就是说希望 如果说打在 降解 就是把它降解掉 就是把它 让它被它溶解掉的 大概只有针对 玻尿酸这块 玻尿酸是可以降解 是可以降解 但其他两种 所谓的维尿酸 或者是所谓的 3D聚左旋乳酸 是没有办法被降解 它只能够随着时间 慢慢的来代谢掉 是 但是我觉得这一些增剂 它的代谢时间 都不会很长 是 主要说明像 玻尿酸大概平均 是一年到两年的时间 一年到两年 最多是这样 最多 那所谓的维尿酸 也差不多是两年 那所谓的3D聚左旋乳酸 也差不多是两年左右的时间 了解 有些时候可能稍微长一点点 这也要看我们日常的生活 而且你使用的方式 使用方式 今天如果说我的 我比较常常去泡温泉 我比较常常去散温暖 这些等等 它可能会比较加速 我们本身这些产品的一些代谢 是 所以这边3D聚左旋 我们有一张构造解剖图 让观众看一下说 到底这个产品 是如何去填充代谢 在我们的身体 是 基本上我们就会看到是说 我们会希望是说 我们打在我们是像我们皱纹 我们凹陷的地方 那这个填充物就会希望是能够填充在 所谓的它凹陷处 它填充进去的以后 它会刺激这个位置 今天我填在哪一个位置 它就会刺激那个位置的 胶原蛋白的一个增生 这个所谓的3D聚左旋乳酸 最适合使用在说 我的皮和我的肉 慢慢已经有点解离的感觉 今天大家会知道说 好像随着能年纪增加 今天我稍微推它一下 它的皮和肉 好像分开来 这时候我们就会希望 它的里面是胶原蛋白可能是流失了 所以就通它 对对对 我们叫做养皮肤 养皮肤 我们希望让里面的胶原蛋白 能够稍微增生起来 再回来一点点 对对对 这是靠所谓的增剂 这个在所谓的非增剂类的话 也就是像所谓用什么电波拉皮 硬波拉皮等等 刺激自己本身去长所谓的胶原蛋白 对 那3D聚左旋乳酸它扮演的角色是在这样子 那刚开始打完毕 大家会觉得说 好像它的皮肤肤质变得比较好一点点 因为它是先刺激胶原蛋白的增生 后来才会觉得好像有填充的 有填充的感觉 所以你说打完之后的一两个礼拜 是 才会慢慢 慢慢的看到感觉 饱满的感觉 对对对 是刺激本身的 跟刚刚之前所提到的像玻尿酸这些等等 玻尿酸一打下去就有感觉 一两个感觉 但它就是一个外来填充物 就只是支撑在那边而已 所以它没有办法去刺激你自己的皮肤去产生 机会比较小一点点 所以是不同的一个用处就对 对对对 所以说这东西不一样 它的诉求也不一样 但是它们有它们不可被取代性 当然 所以医生刚刚说的 同一张脸里面 可能你的动态纹需要用肉毒来改善 你的其他的动态的部分也需要用玻尿酸 有时候我们需要玻尿酸 或者说其他不同的这种填充物 所以真的这个就很重要 而且这些技术都已经很纯熟 而且很安全性对不对 是 但是还是一样 就是说纯熟 技术是纯熟 技术是安全 我们对它了解慢慢的越来越深 但是主要还是要寻找到 就是所谓的正规的 所谓的受过训练的医生 这非常的重要 今天我们所要的希望的是说 比如说我们希望让这个地方填充起来 刚刚有提到是说 那我们必须要很清楚的知道 我们皮肤的结构 皮肤的每一个层次 在哪些地方有哪一些血管 那万一碰到了 那我有什么办法能够来把它解决 对 那现在回推就是说 今天我如果真的碰到了血管 那我们做是玻尿酸的类的东西 我们可以赶快把它降解掉 你说降解掉 对对对 甚至到时候我们会需要做到一些高压氧 这些等等的 这些是跟 现在就开始跟各位分享一些 万一碰到一些问题的时候 万一要抢救的时候 那怎么办 一些高压氧的东西 能够加速这个地方的一些血液的循环 氧气的一些充足等等 这些是这块 但是有一些成分 有一些产品是没有办法被降解的 了解 而且可以说明我刚刚提到的 像微精尺 3D聚酸 玄乳酸等等的 那这些就可能做说 如果真的在那边 你只能够靠时间 来慢慢把它代谢掉 真的耶 或者是说要开个小洞 把东西把它试着挖出来 抠出来等等的 对对 所以在微诊或是在保养的过程当中 万一修坏了 医生还是有一些解决的办法 但是没有的话民众就真的在做之前 要好好的跟这个医生 一定要沟通 沟通清楚 一定要很清楚的选择到 而且我觉得你可以多听多看几家 没有错 最后去看哪一个医生跟你的 是 想法啦 沟通上面是比较合得来的 是 是不是这样 没有错 不是完全是以价钱为主导 对 绝对不要 这个很可怕 绝对不要以价格为主导 真的 现在坊间你说的一条街 哇 每一家的价位 同样的东西 不同的价格 这很可怕 是 所以要想到说 你到底你今天选择到的东西 是不是一个安全的东西 你是不是在一个合法合格的地方 支持像这样的一个业务等等 而且我觉得针剂 尤其是针剂的东西 你有很多东西是要原厂进口 像有的是有水货 是不是也是有这种东西 这些 嗯好像是有听说 是不是 不是电器产品才有 才有正货跟水货 连这些医疗的东西 其实民众都要很清楚 是没有错 然后也要当场眼见为凭 像你们在操作针剂 尤其是像什么玻尿酸或是什么 你们都会在客户面前打开吗 是也是因为说外面有房间或有一些地方 太多的那种 他们是用到不当的这些蒸汽 或者来源不晓得 所以说我们都会希望说我们今天拆封的这个东西 是希望能够给顾客看到说 他的这个有效期限 今天你要打的是哪一家的品牌 这品牌的内容是什么 今天你要打的是什么样的蒸汽 我觉得这样讲清楚说明白的话 没有错 其实就比较减少术后一些纠纷 没有错 没有错 还有大家还有另外就是说 要抱有个观念 大家不要觉得说 我今天只是 只是做个微诊 应该没什么 应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其实说 但这很小的这种微诊 如果在不当的治疗 不当的施打之下 还是有可能会有很多的 后遗症 我们不希望出现的一些后遗症 真的 举例说明好了 如果说在眼周部分 如果说不小心打到了血管 那有可能就会造成失明 如果是在鼻子这边 如果是不小心打到了血管 有可能造成局部的这个所谓的坏死 这些等等的 这些呢 其实我们是不希望出现的事情 是不希望这样 希望大家在医美中心 走出去的时候 都是充满自信的 那最后这张表格 就是帮我们做一个统整 比较 然后还给我们一些注意事项 是 是 这边提到的是说 像我们刚刚提到的 像玻尿酸 微金磁 水盐萃 还有最后像ELANS這些 这些基本上 我们都是希望它以填充的方式 但是有一些呢 它有机会刺激 本身胶原蛋白的一些增生 刺激你本身去产生胶原蛋白 对吧 举例说明就像微金磁 水盐萃 ELANS等等的 是 那有一些呢 是立即能够见效的 比如说它打进去 就立即能够膨起来的 是 那除了这所谓的 舒颜脆以外呢 它本身是大概需要 两三个月 慢慢才会看到 临床上面的一些效果 是 在接下来呢 我们使用上面 我刚刚提到了 在皮肤不同的层次 深浅纹 今天我们是深纹还是浅纹 没错 今天我们所选择的 这个质地和材质 是有所不同的 没错 那刚刚也一再提到 大概全部里面 目前只有玻尿酸 有所谓的降解酶 这叫做解药 就是说你真的不小心 打坏了以后 你想要反悔拿出来 只有玻尿酸可以降解酶 或者是说你觉得打太多了 或者是说 我不希望在这个地方 有像这块的 这个玻尿酸出现的话 我们是可以有机会 用所谓的降解酶 但其他的三种 目前是没有所谓的 降解酶 但是 所以说在选择上面 就是事前的沟通 就是 所以像这些蒸剂的话 比较害怕的就是高温 对不对 所谓说自己 比较加速的代谢 就是说我们打进去后 你说 会不会很快的被代谢掉 就是你不要避免这些 所以说 快速 你要让它延缓 持久 刚打完的前一两个星期 尽量避免 要注意 对对对 不要去泡温泉 对不对 不要去那种 那种高温的 三温暖等等 那有一些产品呢 在术后呢 医生会建议你 可能要做一些按摩 按摩 但有一些产品打进去 你就不能做按摩了 不需要 你按摩的话 就会把 对没有错 你可能按摩了 就把医生希望打在这个地方 把它移到别的地方去 对对对 就会有不期待的 好那这一些 其实医生都会很详细的 在术后 都会告诉我们 是是是 应该的应该的 是今天很谢谢郑医师 谢谢 我想 心美 人就美 微调前 请所有的观众朋友 停 看 停 谢谢你的收看 健康新知 祝您健康平安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